这个可怕的母亲 她每天都给女儿吃让她下肢瘫痪的药 她女儿叫小雪 患有哮喘、糖尿病和半生残疾 这一天 小雪拿起母亲的袋子 发现自己吃了18年的药 上面居然写着 这是开给母亲的药 小雪也没在意 毕竟是自己的亲妈 到了晚上 母亲把药给了小雪 小雪想了想 还是吞了下去 这个晚上小雪越想越不对劲 第二天 小雪看着手上的药没吃下去 小雪是个物理高手 她发明了一个手臂伸缩器 把柜子上的药拿了下来 突然发现 有个邮件车到了 小雪赶紧下去拿快递 打开门 却直面碰到母亲 原来 小雪一直在的名牌大学录取通知书 可每次快递都被母亲先拿到 母亲说 如果你被录取了 会告诉你 小雪回到房间 拿起药瓶 把药瓶上的纸撕开 撕开发现 原来这是另一种药 晚上 母亲拿着水和药走过来 小妹把药片吃了下去 等母亲走后 又把药片吐了出来 母亲睡后 她小心地走到电脑旁 打开电脑想查查 这是啥药 结果却发现没网 小雪蒙了 她不知道母亲就在那看着她 隔天 她给药店打去电话 但药店那边早已和母亲沟通好 她吓得把电话挂断了 一会儿 她又随便给一个人打去了电话 结果还真查到了药名 那人告诉她 这是治疗心脏病的药 明显不是治疗她病的药 小雪傻了 第二天 小雪趁着和母亲看电影的机会 偷偷溜了 她走进一家药店 拿出亲妈给她吃了十几年的药 问这个女人 接下来 这个女人的话让她害怕极了 这种药是给动物吃的 吃了这一药 人会下肢瘫痪 母亲这时也找过来 小美不敢相信 自己的残疾都是亲妈害的 没想到 母亲拿起针 往她腿上一扎 小雪一下晕了过去 这个歹毒的母亲 把针头往女儿腿上一扎 女儿小雪视线开始模糊 不一会儿就晕了过去 第二天 小雪醒来发现 她推着轮椅去开门 却怎么也打不开 没想到外面已经被歹毒的母亲 用棍子卡住了 小雪彻底傻了 她还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不一会儿 小雪打开窗户 吃了母亲准备的早餐 补充体力 拿出自己发明的设备 又拿起被子 接着喝了一口水 随后 她从窗户爬了出来 她嘴巴含着水 用双手一点一点的 爬了两个小时 她要搞清楚这一切 终于爬到了母亲的窗外 插上自己的设备 垫头不一会儿就发热了 往玻璃上一怼 玻璃裂开了几道温 然后把嘴巴的水喷到上面 窗户玻璃碎了 把被子放到窗边 防止被玻璃刮伤 她行动的路线都算好了 可好巧不巧 她的哮喘病犯了 无奈只能再爬回去 找到哮喘喷雾 对着嘴巴喷了一下 哮喘又好了 她坐着轮椅准备下楼 一不小心翻滚到了楼下 这时 她发现自己的脚有了感觉 原来她已经好多天没吃那个药了 果然 这一切真的是母亲在作祟 她拿出吃奶的力爬了起来 坐上轮椅就要离开这个家 路上 她艰难的推着轮椅 发现了送邮件的车 司机下车后 小雪告诉了她自己的遭遇 司机正要把她推上车头走 母亲却开车回来了 母亲下车威胁司机 交出自己的女儿 不然就打电话报警 司机也是没鸟她 直接把小雪送上车 没想到 司机刚刚下来 歹毒的母亲直接拿起针头 往司机脖子上一扎 歹毒的母亲将女儿小雪 囚禁在地下室 醒来的小雪发现 自己已经被多个名校录取 原来 母亲每次抢自己的快递 就是为了不让她发现 这时 小雪还发现 她居然不是这个妇女的亲生女儿 原来 这个妇女的女儿出生就有残疾 没多久 她的亲女儿就入土了 没想到她在医院 偷偷把小雪抱走 男药物把小雪 变成了自己亲女儿一样 将小雪占养了18年 妇女进来 知道自己瞒不住了 此时的小雪已经软硬不吃 妇女拿起针头 又要给她扎过去 小雪艰难地爬进仓库 看着上面的毒药 她已经不想活了 这个妇女打开门后 小雪把毒药吞了下去 当然 这个妇女也不会让她死 小雪被送到医院洗胃抢救 醒来后发现 这个妇女就在外面等她 但此时的小雪已经说不出声来了 妇女走后 暗示护士要写字 写到一半 护士却突然被突发事件叫走 其实 这一切都是这个妇女搞的鬼 她推着小雪就要走 路上 小雪示意路人 但没用 病房内 护士回来 发现写到一半的字 医院的警察立马出现 妇女掏出枪想反抗 却被警察一枪打中肩膀 转眼间 十年过去了 小雪来到医院看望妇女 她的腿也没有完全好 这股计得陪伴她一生 来到妇女趟 小雪从嘴巴里 突出三粒药 来了一句 妈妈 该吃药了 话说回来 这两个女主的演技 还是很到位的 好了 完事 我是湘岚 喜欢的关个柱 谢谢 感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